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告诉我们 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香港紧张局势 最近的香港局势稍稍平息 然而现在的拉锯线从线下又打到线上 从街头站打到校园站 从舆论站打到口水站 香港各个阶层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撕裂 一些人就因为说了些反对暴力的话 就被贴上支持黑警的标签 一些企业就是因为发表了一些言论而遭到大批人的集体抵制 这样的香港还是我们熟知的那个香港吗 最近 由于香港警方频频遭到黄色的抹黑滋扰 很多名香港艺人自发硬气相挺 到香港警察总部向警方表示支持 其中这些艺人包括曹永莲 杨明 庄思明 庄思华等 曹永莲等艺人更是戴上妻巧 举家公开力挺警察 还拉开横幅与警方人员开心合照 不过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艺人公开力挺警察的次日 曹永莲代言了四年的黄冠牌卢具品牌 竟发出声明与他划清界限 指出曹永莲现在与该品牌毫无关系 他的言行一概与公司无关 然而 曹永莲今年六月才出席该品牌的发布会 当时还表示 自己今年是第四年担任代言人 继黄冠卢具与曹永莲解除代言外 今日还有珠宝店和服装店声明与他划清界限 表示曹永莲不是代言人 这两家品牌包括 今年11月曹永莲才出席活动的珠宝店马背 以及服装店Moder 这两家品牌接声明与曹永莲没有代言关系 决定停止任何有关赞助 甚至还声称希望大家谅解 此外 被割席的不止曹永莲一个艺人 与姚盈盈合作的王朝滴基金发表声明称 为姚提供适用产品数一次性的 她并非代言人 姚盈盈随即在脸书发出一则以蓝色为底色的文章写道 正义的朋友 心照不宣 挥手区 有网友表示 曹永莲因撑警被这个品牌解约了 大家熟悉一下这个品牌 皇冠牌 从来都是血不压正 港人只有团结一心支持港警执法 香港才能安定繁荣 把支持港独的企业单位曝光出来 抵制到他破产为止 军媚调查发现 参与撑警艺人的社交媒体账号 正在遭受港独分子们的疯狂骚扰 恐吓 暴度威胁要杀他们全家 这样的行为实在是让人发指 爱港人士朱廷轩因公开表明爱国爱港态度 被港独分子列入香港劣质艺人表 在这份香港劣质艺人表中 任达华 刘德华 曾志伟 容祖儿 陈小春 王祖兰 梁家辉 王金等 香港知名艺人纷纷在列 其中还给他们每个人都统计了罪名 有一些艺人由于拍过警匪片 也被列入劣质艺人 真的是可笑至极 由于支持警察艺人李家 遭到港独分子的疯狂谩骂 但他霸气回击 无尽匹夫之责 全身心爱护守护我的祖国 并坚定劳固支持 为守护祖国大地而默默付出的美艺人 还有爱港人士杨明也在社交平台发声 香港警察从来都没有放弃我们 我们也绝对不会放弃你们 香港警察谢谢你们 一直坚持维护法际 保卫香港 在面对这些港独分子破坏和肆意抹黑的时候 这些爱港艺人并没有退缩 而是勇敢站出来和正义站在一起 这份劣质艺人表 其实是一份爱国艺人表 香港这些人会得到14亿中国人 和数千万全体海外华人的尊重和支持 最近香港黄司还发起一个所谓黄色经济圈 引发香港和内地网友冷嘲热讽 所谓黄色经济圈是指将支持暴力的企业商铺 形成合作方式 而对一些反暴力的企业或商铺 则采取打压和封杀 11月 一些人发起和拟销行动 鼓动市民自己的年销自己搞 建立黄色商家认证机制 希望年销可以成为黄色经济圈第一个核弹 并借此机会向示威者提供一些短期工作机会 聘请有经济压力 需要工作的手足 与此同时 香港反对派还重点打击一些影响力大的蓝店 如TVB 凡在TVB做广告的商户都会收到反对派通知 里面称TVB百名支持警察 令他们很气愤 如果被通知者在现在的广告合约完成后 还继续在TVB做广告 他们一定会很不高兴 可能会迁怒于商户 香港一无农业 二无工业 所有的东西要做成生意 几乎都需要从外地输入 黄色经济圈很难不使用内地制品 中原地产董事施勇青传文称 黄思向合作商户派发一些有黄电标志的贴纸 方便识别 做法类似黑社会 如果再推出一些带有威胁性的辅导措施 可能涉嫌犯法 文章直言 策动者从一开始就不是想搞什么有时效的经济圈 而是想借题发挥 把它视作一种政治斗争工具 最终只会破坏香港营商环境 香港媒体15日刊登的一篇评论称 香港人懂得生意之道在于和气生财 尊重周边法治和文化 不将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 更不会与赚钱过不去 这才是香港出现了世界华人首富500强的翘楚等一批商界知名人士 而暴力分子以警告打杂等黑社会敲诈勒索方式 逼迫企业进行政治表态 甚至一些称紧一人的代言被耻夺 这只黑手正把香港经济由原来的开放多元扭曲为单一无缘的小经济 由过去被靠内地面向海外的大市场变成自幼围城的小市场 文章说 制造这类政治恐吓丝毫动摇不了大型资本和华资企业的根基 因为这些大型企业的根在内地而不是香港 但极力推行所谓的黄色经济会伤害无数中小企业 市民必须看清楚 所谓黄色经济圈不过是一剂愚民的迷魂药 前一段时间 这些人发起摧毁香港金融业的行动 还要把香港ATM机的现金全部取走 扰乱金融秩序 最后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他们总共就取走不到2000万的现金 可见这些黄色经济圈的实力是多么雄厚 一帮无业游民还要圈地搞经济圈 军妹只想说 大家就当看个笑话就好了 认真你就输了 警察加油 阿瑟加油 爱比暴力强与暴力歌席 就在12月15日 又有大批香港市民高举横幅挥舞国旗 在天马公园举行控诉暴力集会 支持警队严正执法 抗议暴徒滥用暴力搞乱香港 活动现场 不久前被暴徒殴打的市民尹先生 分享了他的遭遇 当天 他去某商场参加唱国歌活动 却与大批暴徒阻拦 眼见暴徒嚣张的辱骂市民 尹先生气愤难挨 上前扯下一名暴徒的面罩 随即立刻遭到多名蒙面暴徒围殴 我今天来就是要用自己的经历 告诉每一个市民 必须要对暴力说不 必须要支持警察严正执法 坐在家里 支持警察是没有用的 有在场的香港市民对媒体表示 现在香港暴力问题太厉害 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不少市民不敢发声 坐在家里 慢慢等待改变到来 不出来表达态度 是很难有改变的 黄汝荣在香港法庭做了近30年法官 如今是香港城市大学法律系教授 现场他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止暴治乱 需要法庭严格处理暴乱案件 要发出明确的信息给暴徒 让他们知道暴力行为是不能够被接受的 活动从下午1点持续到5点 根据现场警方初步估计 有超过6000名市民现场参加了此次集会 近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消息 暴力正在入侵香港大中小校园 香港多区多次发现化学品及爆炸品 这是一个让人不安的危险信号 诚如香港警方所称 若危险武器一旦在闹市中被使用或引爆 绝对会严重威胁无辜市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事实上 香港警方不止一次捡获到真枪实弹和威化品 而暴徒也不止一次使用危险物品 从向港警射箭到向警署投掷燃烧弹 再到向警方的装甲车投掷汽油弹 使用的工具从砖头铁支发展到汽油弹弓箭枪支等致命武器 手段不断翻新 烈度不断升级 破坏性不断加剧 令人触目惊心 如果香港市民不支持警察 假如暴徒开枪 假如炸弹引爆 任何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如果放人暴徒放纵暴力 你就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 如今的香港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在这个关键时刻 香港人一定要凝聚起来 向一切暴力行为说不 促使香港尽快结束乱局 恢复社会稳定 这是大众的呼声 也是大众的行动 香港各界众志成城 迎难而上 敢于向暴力说不 就一定能够止暴治乱 维护好750万香港人 共同的和谐家园 那么好了 关于最新的香港局势 就说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临走之前订阅一下哦 君美爱你们